大家好 我是老肖 各位 太漂亮了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台车的时候 跟老肖有相同的感觉 这台车怎么那么漂亮啊 各位 这一辆是日归外汇S212 Estate 日本的车子真的非常的美 而且它的配备非常的多 老肖来一一的介绍 我们先来看它的钱包杆 你看到它的前面有非常多的Sensor 后面也是 这台车呢 它有自动停车的功能 再来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头灯 这个是LED的智慧头灯 它跟现在的E-Class 有点类似 可是又长得不太一样 但是它的功能呢 一样是智慧头灯 也就是说呢 我们前方的灯具 它永远都会保持在最明亮的状况 而且不会刺伤前车的眼睛 各位 你可以看到它的Mark的部分 是一个屏标 2013年 2014年 日本它已经有23匹ACC 自动跟车自动刹停 所以这台车呢 我们在开起来的时候 是非常轻松的 开到高雄也不会累 再来你可以看到它标志的下方 它有一个镜头 在后视镜的下方也有镜头 代表这台车它有360度的环境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心脏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写一个V6 日规外汇的E300呢 它是3500cc V6自然进气的引擎 它提供了252匹的马力 以及35公斤米的扭力 所以这辆车呢 即使是在市区也非常的好开 因为它的扭力非常的充足 只不过呢 很多人说 哇 在台湾喔 3500cc它的税金是36000多 这也算是在台湾的原罪啦 就是因为税金的关系 它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 因为它是6缸的车子 所以呢 它是比较平稳的 再来它也不会有涡轮车的 高温耗材问题 这也是它的优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点 在这边有个三角形 代表这辆车呢 它有盲点侦测 各位 盲点侦测 对于我们现在的行车安全 真的是非常重要 尤其我们常常在驾驶 视线是会有死角的 当你看到你后视镜 它变成红色的灯号时 你千万不要贸然的转弯 因为你旁边视线死角之处 一定是有车辆的 再来你可以看到 宾室的车款 它的门把边呢 是镀铬四条 代表这辆车 它有keyless摸门解锁 这辆日归的E300 它也有选配了脚踢尾门 你可以看到它后面的空间 真的是非常大 非常的好运用 而且它还有一个蓝雾网 它不只是有味道而已 它是有功用的 比如说我们有丑雾 你放在后面 它不会往前跑 再来就是我们去露营的时候 如果我们这边有放了很多的东西 我们在紧急刹车的时候 东西也不会往前倒 它非常的好用 而且它这个空间的运用 如果我们要装载长的东西的时候 你只要在这边一拉 它的椅子就往前倒了 真的是非常的好运用 老肖一坐进来就惊艳了 不是它的配备 其实它配备很多 包含双边的三组记忆椅 还有电热椅等等 然后电动方向盘 重点是我一坐进来 它有新车位 各位 这真的是太令人惊艳了 你一定要来现场 你自己来坐坐看 里面跟新车的感觉一样 它实际的里程是两万五千公里不到 可是你看它的方向盘 粉粉的很漂亮 跟新车的一样 一般我们手有油脂 你这样摸的话 它会油油亮亮的 可是它却粉粉的 代表什么 它的前车组很有可能是 戴着手套在开车的 保持得相当的好 再来它的皮椅 还有它的饰板 都没有什么样的刮痕 然后这台车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它是黑色的TEMPO 它不是AMG Lite 通常是AMG Lite 它才有黑色TEMPO 可是这个前车组 它有选配的黑TEMPO 所以在里面 车内的氛围会看起来更高档 再来你可以看到 它的饰板的部分 它是特别选配了金属纹路的饰板 通常E-Class是鸟眼风目 可是它特别选配的这个400 老笑也是觉得它很特别 那这台车呢 你要说它的缺点好了 好 它没有选天窗 很多人说 我要选全景天窗 那这个真的是见仁见智 但是有一个好处 如果你去仔细观察 选天窗的车子 它的车顶会比较矮一点 因为它没有选天窗 所以它的车顶是比较高的 我们头部的空间真的两颗拳头还有早 我们坐在后座 你可以看到它的配备真的很不错 它连后座都有电热椅的部分 E-Class的空间 各位真的不用多说了 两颗拳头 两颗拳头 空间非常的宽敞 而且呢 它的人体工学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现在坐在后座 它椅子的倾角 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们即使在坐长城你也不会累 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会流行轻旅行 没有错 我们在国内呢 我们去旅行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的车内空间要大 所以休旅车最好 可是休旅车又会摇晃啊 所以又希望是轿车 那么旅行车它刚好就是两者的结合 它有休旅车的空间 它有轿车的平稳以及操控 这台车真的非常的合适 在当年W212小改款之前 就四颗方登 它的1350 如果我们是空车 398万 因为当年的总代理 它是没有旅行车款的 如果旅行车款的话 通常要加十几万 再加上这些配备 如果都可以选到的话 这辆车的价值 大概要450万左右 现在呢你只要不到150万 你就可以拥有它了 如果你不嫌弃它是一辆中古车 而且跑了25000公里的话 赶快来找老肖 好 嗯 好